好了 那回来了 咱们这个第三堂课 然后咱们继续 给大家介绍 咱们票据法第五节当中的内容 咱们说了 我们讲完票据行为 讲票据关系 然后咱们讲这个票据权利 票据权利 其实前面有一部分 叫做票据权利的取得 这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考点 所以咱们可以把这个话差 其实前面基本都讲过了 怎么依背书取得票据权利 如果是因为税收继承 法人合并分立 也可以哪怕背书不连续 也可以取得票据权利 这个基本都讲过了 就没什么好再重复一遍的 因为咱们毕竟 就是总分结构 分总结构讲的 分则讲清楚了 有些总则里 就不需要再给大家重复了 咱们从哪开始讲呢 从第418页 票据的丧失及补救 票据的丧失及补救 好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你如果银行卡丢了 你需要做哪些操作 银行卡丢了 你要做哪些操作 有些人说了 两个步骤 第一个挂失 第二个补卡 是这意思吧 有些人说别说了 卡丽没钱 咱们不说有没有钱 这个事 先挂失 然后咱们再补一个新卡 对吧 挂失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有些人说起到一个 冻结的作用 谁把我这张卡给偷了 哪个孙子偷的 是吧 或者哪个人 把我这张卡给捡到了 不能让他把钱取出来 对吧 他得把这个卡 上面的钱动住 这是第一个步骤 把这钱冻结住 让这个钱不能够再取出来 挂失起到这个作用 第二个 咱们说要去补卡 对吧 你为什么要补卡呢 因为你得拿这个新卡 再把里边的钱取出来 再用这个新卡去进行交易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两个步骤 这是两个步骤 那对应的 咱们卡丢了 这两步 那票丢了 其实也是两个步骤 一个呢 叫做挂失指负 一个呢 叫做公事催告 你看着这个名字啊 复杂了很多 这个含糊糊的是什么意思 但是它本质的含义 跟咱们银行卡丢了 挂失 补卡是一样的 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票据丧失的含义 是指持票人 丧失对票据的战友 那包括 比如说形态的根本变化 你比如说化成纸泥了 被烧毁撕毁了 然后 还包括什么呢 这个脱离了持票人的战友 比如说被遗失了 被盗了 被抢了 等等这些 那丧失了票据的票据权利人 称为失票人 那失票人呢 并不必然丧失票据权利 你不能说这张票 这个 不小心 抽烟的时候 被垫着了 没了 这张票上 比如说 一千万的银行程序汇票 或者一千万就没了 那不可能啊 咱们法律不能这么 这个规定的这么笼统 这么这个不讲道理 肯定还有是有程序 有制度能保障 你的这个票据权利的 怎么保障呢 法律上设置了几种制度 那包括挂食指付 公式催告和提起诉讼 比较爱考的还是前两个 挂食指付和公式催告 那咱们先来看一看 挂食指付 挂食指付叫做什么呢 悬崖勒马 本质上跟你银行卡丢了 去挂施 这个冻结账户是一样的 是指失票人 将票据丧失的情况 通知付款人 付款人接到通知之后 决定暂停支付 以防止他人取得票据金额的 临时性 就去做事 你这个账户 对吧 你也不能一直冻着他吧 对吧 那你最终 你得补完卡 对吧 你还得真正去行使 你的票据权利呢 要不然人家 一千万一直补付 你就一直冻着 那不可能 所以它是一个临时性的 究竟措施 那我们挂施指付 适用的票据种类 这个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包括已成队的商业汇票 支票 填名现金字样 和代理付款人银行汇票 还有填名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 简单了解就可以 我们重点看一下 挂施指付的效率 包括哪些 申请挂施指付的当事人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否则 挂施指付失去效率 第一个在申请之前 已经向法院申请公式催告 或者起诉 第二个 在通知挂施指付后的三日内 向法院申请公式催告 或者起诉 来 你通过这个A和B 拿了A和B 我问你一句话 你来帮我判断判断 这个A和B 里边有没有表明 挂施指付和公式催告 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钱 后顺序或者关系 我们能不能说挂施指付 是公式催告 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 潜质程序 没有 对吧 没有吧 那也就是说 我们挂施指付 并不是公式催告的 潜质程序 并不是公式催告的潜质程序 在前后后的都有 你也可以先公式催告 再挂施指付 也是可以的 这是咱们口识 特别爱考的一个点 提示一下大家 好 再往下 如果申请人 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 付款人 应继续暂停指付 但是 如果自收到通知书 至十二日内 还没有收到法院的 指付通知书的 自第十三日起 挂施指付通知书生效 你跟我说 这票丢了就丢了 我哪知道你是丢了 还是背书出去了 对吧 你告诉我 把这个账户冻结 我就给你冻结了 我往后冻结一年 万一啊 你比如说 A把这个票给B B把这个票给了C 对吧 然后已经明明 已经背书出去了 B跑过来说 哎呀 我这张票给丢了 然后告诉 这个S银行 指付 好 那人C到时候找S银行 付款 人X银行也不付 那不行 这个指付呢 必须 他都挡上了 这个 重新换一个地儿 这A 比如说 出一张票给B B呢 明明把这张票 背书转上给C了 A 但是呢 B 自己说 哎 我这张票丢了 告诉银行 说我这张票丢了 申请挂施 指付 好 这银行一直指付下去 到时候 C拿这张票找银行 银行也不付 那这个影响咱们 C的 票据权利 是这样吧 所以呢 本身这个挂施指付 也是有一定的期限的 什么时候呢 如果自收到挂施指付通知书 这期十二日内 没有收到法院的指付通知书 第十三日起 挂施指付通知书就失效了 那一共就十二天 好 这个期限 大家也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重点 我们掌握 这写的这句话 那挂施指付和公式催告 本身没有前后的顺序 关系 好 这是挂施指付 第二个 我们说公式催告 我问你啊 如果说 你这个银行卡丢了 你去补卡 是不是相当于 你用这个新卡 去把你原来那个旧卡 给剔了 是这个意思吧 你原来想用旧卡取钱 发现丢了 好 那你得补办一个新卡 用这个新卡来取钱 对 这个是银行补卡 那 那其实这个票据也是一样的 正常来说 比如说A给B 然后B比如说给C吧 X银行 这C呢 把票丢了 嗯 然后 这个C丢了 他就这一千万就没了吗 也不是 你得有一个方式 能让这个C啊 还是找X银行 能要来钱 是这意思吧 还得能让C能把钱取出来 好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咱们怎么认定 C就是票据上的权利人 正常情况下 C拿这张纸过来 那银行一看没问题 好我就给你付了 就把什么背书连续啊 等等这些没问题 我就给你付了 现在你C告诉我 这张纸没了 那我们站在银行的角度 或者站在法院的角度 怎么判断 C到底是不是票据上的权利人呢 怎么判断呢 就是用咱们马上要讲的制度 叫做公示催报 这个你C不能说空口 就过来说 我是票据权利人 那我哪知道 我人民法院哪知道呢 我会做一件什么事呢 我把这个相关的信息赶紧公示 催促着跟这张票有关系的权利人 赶紧来申报权利 如果没有人申报 没有人提出异议 好 那你C说的是对的 确实没人有问题 那好 那你C大概率你就是真正的权利人 如果说其实这个C的票不是丢了 而是背书转让给了D 那这种情况下C到人民法院 声称自己的票丢了 D怎么办 经过规示公示催告程序 它得过来提出异议吧 对吧 这个D会过来提出异议 所以这个就是公示催告这个程序 它的一个感性的认知 它的一个大体的含义 那具体公示催告程序 怎么发挥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 公示催告程序 是指法院根据失票人的申请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Duality 以公示的方式催告利害关系人 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 那如果到期无人申报权利的 法院将根据申请人的申请 也就是C 做出一个除权判决的一种非诉讼程序 那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 那我们公示催告 它性质上是一个非送程序 这是一个考试爱考的关键点 还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挂师指付并非公示催告的前置程序 这也是一个考试爱考的关键点 好 公示催告程序 适用的票据种类 可以备书转让的 票据丧失的 持票人可以申请公示催告 一般票据均属于这个范围 只有较少的例外 这个也简单看一下就可以 这个基本上没考过 比如说填名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 银行本票和现金支票不得倍数转让 因此这些票据不能申请公示催告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公示催告申请人的资格 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 是指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 最后合法持票人 也就是票据所记载的票据权利人 出票人已经签章的授权补计的支票丧失后 失票人也可以申请公示催告 那如果你不是权利人 你催告个啥劲呢 对吧 最终你都不能够取到钱 我凭啥保护你的权利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公示催告的具体程序 首先失票人向付款地的基层法院 提出书面的公示催告申请 法院收到申请后 应当立即审查符合条件的通知予以受理 法院在受理公示催告申请的同时 通知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停止支付 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应当停止支付 直到公示催告程序终结 你看到这个圈三 能不能想起咱们前面讲的一个知识点 刚刚讲完的一个知识点 什么呀 咱们挂师指付的那12天吧 对吧 12天内要收到法院出去的这个停止支付的通知 好 呃 却24 法院在受理后的三日内发出公告 催促 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 公示催告的期间 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决定 不得少于60天 借满日不得早于票据付款日后15日 日期简单看一下就可以 这是公示催告 呃 前四个具体的程序 后面还有一个 利害关系人在法院做出除权判决前申报权利的 法院应通知其向法院出示票据 并通知公示催告的申请人查看该票据 啥意思呢 哎 我们刚才讲那个A B C 是吧 C 自己声称这张票啊给丢了 嗯 C呢叫做什么 失票人 这听着跟那个打舌头似的 啊 私票人 不是啊 咱们是指票据丢失的人 不是绑架给私票了啊 这种情况下 C叫做私票人 那那谁是公示催告申请人呢 也是C 是吧 同时他也是公示催告的申请人 他不是说票丢了吗 哎 他跟着说票丢了 哎 他申请人民法院公示催告 哎 主张自己才是这个票据权利人 哎 他说啊 我这张票这个被偷了 或者是损毁了 哎 这个烧没了 好 这个时候出来一个D 半路杀出一个程晓军 是吧 出来一个D 利害关系人D 在法院做出除权判决之前申报权利的 法院应通知起向法院出示票据 让谁申报这个出示票据啊 让D来出示票据 对吧 你D你不是说提出异议吗 你不是申报权利吗 那你咋证明啊 人D光把票拿出来了 哎 法官大人 你看这C胡说八道 他说票烧了 哎 其实他是背书手让给我了 您看看 这还有C的签章呢 对吧 C背书时候的签章 哎 我们这背书连续的 我D才享有票据权利 你看 D 向法院出示票据 对 那法院会干啥呢 那你们当面对质呗 对吧 你C说丢了 D人把票拿出来了 那法院是不是得把这张票给那个C 看啊 通知公事催告申请人C 查看该票据 也就这意思 那 我们来看A 如果该票据就是申请人申请公事催告的票据 那你这C傻眼了 没糊弄过去 那法院应当裁定 终结公事催告程序 并通知申请人和付款人 好 通知付款人 X银行 啊 人现在D是持票人 是权利人 那 那B 如果该票据并非申请人公事催告的票据 人有着另一张票 人不是这一张 或者是D 这个自己画的一张 这个打印的一张票据 那法院应当裁定 国会利害关系人的申报 那 好 圈六 公事催告期限届满 且无上述五所列示的 应当终结公事催告程序的室友 哎 啥意思呢 咱们五啊 是指半路杀出个程晓金 D拿这张票来找法院对质了 那 你这张票是真的 好 那 就 你C D 享有票据权利 如果你这张票是假的 那 那就把D 的驳回 哎 这是杀出来一个人的情况 那 那如果说没有人杀出来 公事催告期限届满 没有上述所列 应裁定终结公事催告程序的室友 哎 没有人过来找 好 那 我们的申请人可以在届满次日起一个月内 申请法院做出除权判决 预期被申请的那法院就终结公事催告程序 那 申请人如果提出了这个除权判决的申请 法院就应当做出这个除权判决 那 除权判决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效力呢 除权判决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效力呢 简单来说 这个除权判决就相当于给你补了一个新卡 你能说除权判决是啥 这个除权判决你可以凭着这个除权判决书去要钱 那 确认除权判决的效力就是确认申请人是票据权利人 以及宣告丧失的原来那张纸原来那张纸没有效力了 那 你如果想行使票据权利想要钱那怎么办 除权判决做出后申请人应当持除权判决来行使票据权利 这就相当于给你补了一张新卡 你就拿着这个除权判决去找银行要钱 有个人说可以理解是排除了他之外的申请人之外的任何人行使票据权利 是这个意思 除权判决把别人的权利都排除了 唯我独尊了 好 那我拿着这个除权判决就相当于这个新卡 我去要钱就可以了 好 最后除权判决的撤销简单看一下就可以 厉害关系人如果因为不正当理由不能在除权判决之前向法院及时申报权利的 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旗一年内可以将做出除权判决的法院起诉 请求撤销 那简单看一下就可以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除权判决的撤销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整个公式催告程序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最后我们说除了挂师指付和公式催告之外 我们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票据权利人丧失票据之后 除了以公式催告程序证明自己的票据权利以外 还可以提起普通民事诉讼来实现权利 包括票据返还之诉请求补发票据之诉或者请求付款之诉 等等这些我们这个民事诉讼程序没有单独考察过 爱考的是什么呢 你来看一看我们的民事诉讼程序跟挂师指付和公式催告有没有什么程序上的前置后置的要求有没有 有吗 没有 我们说民事诉讼程序跟咱们这个挂师指付和公式催告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 这两条路径 你走挂师指付公式催告可以 你走民事诉讼也可以 那所以说这俩咋区分呢 记记得咱们前面刚说过公式催告 它的性质上叫做什么呢 非诉讼的程序 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走这个诉讼程序提起民事诉讼 这是考试比较爱考的 这个性质上的区分 好 这是关于票据权利的丧失及补救 最后票据权利的消灭 咱们看一下就可以 因为票据权利的消灭的核心的考点 是这个票据权利行使的期间 这个期间呢 也不建议大家现在这个时候开始 咱们现在还是把主关题的考点学明白 剩下这个期间呢 还是建议大家在考前 99G的时候 咱们再来进行背诵 99G就6月初 6月上旬就会给大家寄送了 咱们7月份开始飞跃的课程 好 咱们来看一下票据权利的消灭 上文介绍的票据丧失尚可补救 并不必然导致失票人失去票据权利 以下情况将导致票据权利的消失 意味着相关当事人失去全部 或者部分的票据权利 这最简单的就付款呗 咱们前面反复说过了 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一旦行使完毕 整个票据的权利就全消灭了 票据权利人向票据债务人主张权利 票据债务人向其付款的其债务消灭 相应的得到付款的票据权利人 拥有的票据权利也随之消灭 第二个 没有进行票据权利的保全 票据权利人原则上应当在规定的时间 地点以规定的方法提示付款或者提示成对 并且在被拒绝时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证明 也就是依法取证 否则其追索权将因此消灭 换言之 没有进行票据权利的保全 可能导致持票人丧失对于部分票据债务人的票据权利 咱们前面讲过提示付款提示成对 各自有什么样的效率 没有提示付款 没有提示成对会产生什么样的效率 第三个 我们说票据消灭时效期间经过 那也就是说票据权利是存在时效的 该时效期间经过后票据权利就消灭了 持票人就不能够再行使相应的票据权利了 那其实本质上付款请求权 有没有票据权利消灭的时效呢 其实就是咱们前面讲的提示付款的规定 讲的就是前面提示付款的规定 那这里呢 提示付款的密集讲完了 所以这里呢 咱们着重讲一下追索权和再追索权 追索权和再追索权 咱们分汇票本票和支票 其实它的规定呢都是不一样的 在这呢 我就不想再给大家念一遍了 大家简单看一下吧 远期汇票 见票即付的汇票 它的起算点和长度都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本票也是不同的 包括再追索权也是不同的 这个表格啊 我就不想在这花时间了 咱们99G上有一个整理好的考前 拿那个背就完了 好吧 咱们在这就不花时间了 这就纯记忆的内容了 考试呢 也很少很少考到 考这么多年啊 考过一到两个选择题 单选题或者多选题 那所以在这咱们就不花时间了 99G咱们拿着背 那有人说99G希望能早点记 咱们7月初开课 6月初就给大家寄送啊 应该还是比较快的 那然后 对 然后后面咱们有这个 我的课大概是6月初端午节结束 然后后面咱们一个月的时间 是讲那个制作好题 好题头进行 然后呢 是我这个飞跃计划 都是安排好的 大家跟着就行啊 好 咱们后面进入到哪呢 咱们进入第六节 第五节 上海这部分 咱们99G上有表格 大家拿这个表格来进行背诵就可以了 好 有的人说希望上海到时候物流能可以 是 都希望啊 来 咱们进入第六节 票据法的理论知识 好 第五节的内容呢 说了 相对比较基础的知识 那 第六节全都是考点 嗯 这个全都是考点 所以第六节的内容 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那 这里边有涉及到 比较多要记忆和背诵的内容 咱们说啊 票据法以主关题的考察为主 这些要记忆背诵的内容 建议大家咱们早点开始 你看啊 咱们不同的内容 我跟你说清楚 你怎么来复习 票据法 客观题考的少 所以客观题少花时间 考前 扫一扫看一看 主关题 你要早准备 早下手 咱们讲完了 这个票据法的内容 你就开始做题 做十道题 票据法就有感觉了 来 咱们翻到421页 开始讲解 理论知识 理论知识深入篇呢 主要讲解包括 比如说票据基础关系 票据无音性的支持 票据的善意取得 票据的伪造 还有票据的抗辩 大概是这几块的内容 那首先 我们先来看 第一块的内容 叫做票据的基础关系 票据基础关系 是什么意思呢 接受票据的原因 或前提关系 其实票据的基础关系 其往往啊 是民法上的 法律关系 你比如什么租赁合同呀 这个买卖合同啊 等等这些 这书上有个图 我给你画个简单的 首先 这A出一张票 给B 然后X银行呢 进行了成对 然后这个B呢 背书转让给C C呢 背书转让给D 好 第一个问题 很多同学也很疑惑呀 这X银行 凭啥进行成对呢 凭啥进行成对呢 为啥 X银行会进行成对呢 因为很有可能 X银行和A之间 有比如说成对协议 或者说受信协议 对吧 要不这X银行 他自己闲得难受 没事就随便给别人 提示成对 他疯了 他肯定背后 是有一些关系的 好 这是一个 那比如说 这个B 为什么把这张票 背书转让给C呀 为什么呀 因为你想这张票 你就简单理解成 就是钱呀 对吧 我六个月之后 能找X银行要一千万 那凭啥不是我要 我要把这张票 给C让他要呢 肯定他有业务关系 比如说 这个B 从C这儿买东西 他们本身有买卖合同 C 给D付租金 他们之间有租赁合同 比如说D 给E付工程款 他们之间有建设工程合同 对吧 他们本身之间 肯定有民法上 其他的法律关系 这张票才流转起来 要不然我这个弄着玩 我这背书着玩 那可不行 你这是真金白银 那相当于钱啊 你比如说E 把这张票 赠送给了F 他们本质上 它背后是一个 赠与合同关系 对吧 比如说捐赠 给了F基金会 这也是可以的 有人说这个 其实就是票据 这个形式背后的 这个商业实质 没问题 这背后的商业实质呢 其实就是指 它的基础关系 就指它的基础关系 好 那这个图 其实是我刚才举的一个例子 我就不再花时间 给大家多说了 后面 咱们讲一个重要的内容 叫做票据行为的无音性 票据行为的无音性 这个音 其实指的 就是后面的这个基础关系 首先 票据的签发 取得和转让 应当遵循一个诚实信用的原则 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 和债权债务关系 这是一个大体 原则上的规定 好 我们先不看底下的这个典力研习 9-15 咱们先看后面 这个问题本身 422页 我们前面讲了票据的基础关系 对吧 民法上的这合同关系 这成对协议 租赁合同 买来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 等等这些 这个叫做基础关系 那这个基础关系的问题 跟我们票据的效率 到底有怎样的影响 到底有怎样的影响 这个就是问题了 那如果票据行为 赖以合法的基础关系 出现效率上的瑕疵 什么叫做效率上的瑕疵 你比如说 咱不是有成对协议吗 好 银行找过来说了 说你这成对协议 欺诈签订的 欺诈签订的合同 什么效率 可撤销 你看 是不是基础关系 出现上了效率的瑕疵 或者其内容 与票据关系不一致 甚至并不存在 则票据行为的效率 是否受到影响呢 咱们答案 还是那六个字 形式重于实质 来下面这句话 是咱们考试当中 这个反复考的考点 这句话 它一定要能够背下来 作为基础关系 原因关系 资金关系 未成立 无效 或者被撤销 已经做出的票据行为效率 并不受该等情况的影响 这边讲了 其实两个类型 一个叫做原因关系 一个呢 叫做资金关系 这句话 其实就是阐述了 咱们票据行为的 无因性 这句话 这一定要背下来 咱们讲这一大堆 这两月半的内容 就这一共两句话 核心的考点 这句话是其中之一 票据行为的无因性 我们再通过两个案例 帮大家巩固一下 这不是说了吗 一个是原因关系 一个是资金关系 先来看这个 A与B约定 A将一只手枪卖给B B以一张汇票支付 比如说前面可能有个家 出一张票给以 以呢 把这张票给B 这张汇票呢 正好在B手里 那B把这张票背书 转让给了A A干了啥呢 A给了B手枪 我们说这买卖合同有效吗 无效吧 我们说违反法律法规 强制性规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对吧 你手枪本身是禁止流通物 对吧 所以肯定这个买卖合同 是无效的 那这种情况下 A与B之间 就枪支形成的 买卖合同关系 因为违反法律的 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那么这个背书行为有效吗 有效 该票据的背书行为 依然有效 那这里面A 能否取得票据权利 能 考试会怎么考呢 你这个 A去找X银行提示付款的 这个成队的X银行 去提示付款 让X银行拒绝付款 说你这个 A 是通过向B 像是手枪 取得的这个票据 行为无效 进行拒绝付款 问X银行拒付的理由 是否成立 答不成立 对吧 因为原因关系 无效 票据行为的效率 不受影响 那也就是说 这个A 是取得票据权利的 有时候跟银行 有什么关系 是这样的 好 这是第一种考法 第二种考法 B 是否 承担票据责任 就是A 找X银行 X银行 以刚才的理由 拒绝付款了 好 这个时候 A 来找B 进行追索了 那B 是否要承担 票据责任呢 要承担呀 对吧 为啥很简单 B在票据上 进行了签章 是倍数人 要承担担保付款的责任 对吧 好 这是咱们 9-16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然后咱们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9-17 我们说了 一个是原因关系 一个是资金关系 来看一下 C公司 有同学说 这个B怎么办呢 这对 这A跟B 有刑法进行制裁 咱们票据法呢 核心是保证 这个票的流通 因为你不能啊 光在这个卡 在A这来看这个问题 你这个通常情况下 你可能这个A 后面还有C D E F 对吧 你得保证 这个票的流通 人CDEF 人家不知道你们之前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人就看这个票上的规定 所以为了站在保证 这个资金的流通 票据的流通的角度 我们有了票据行为 无音性的规定 有刑法来制裁 A和B买卖枪支弹药 来我们来看这个 9-17 下面这个案例 这讲的是票据资金关系 那 C公司申请D银行 为其签发 汇票 进行成对 为此 双方签订了 成对协议 基于该协议 D银行对C 开具的汇票成对 并加以签章 之后上述 成对协议被撤销 比如说D银行 受欺诈 签订了 成对协议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欺诈一方 可以予以撤销 被撤销了 但是我们说 这个时候D银行 已经实施的 成对行为 有效吗 有效 这个D银行 已经实施的 成对行为 依然有效 这个考试里 也特别爱考 怎么爱考呢 比如A B C D E 到E手里了 E找X银行 X银行呢 已经成对了 然后这个时候E 来找X银行付款 然后X银行抗辩 说我们跟A 之间签订的 这个成对协议 已经被撤销了 所以拒绝 向E付款 那X银行 拒绝付款的理由 是否成立 打不成立 也是咱们打 票据行为 无音性的 这个论述 就可以 这考试特别爱考 可以说 这80%的 票据法的考题 都考这一本 所以这句话 多么重要 咱们打这五颗星 也不为过 基础关系 瑕疵 不影响票据关系 效力 很重要 好 那咱们票据行为的 无音性 给大家基本介绍完了 但是咱们说了 无音性的 有两句话 是最爱考察的 这里是一句 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还有 咱们接下来往下说 咱们先看一个单选题 巩固一下 刚才讲的知识点 甲公司向乙公司 签发一张金额为 35万元的银行承罪汇票 用于支付购买设备的价款 乙公司随即将汇票 背书转让给丙公司 用于支付工程款 在丙公司提示付款之前 甲乙公司之间的设备 买合同 因乙公司欺诈 而被人民法院撤销 甲公司的下列主张当中 符合票据法律制度规定的事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甲能干的事 是不是他在票据上 基本上没有能干的事 对吧 特别是这张票 已经到丙公司手里了 甲公司做不出任何 能够对抗丙公司的事情 对吧 所以跟票有关的都不用看了 返还汇票不可能 返还汇票不可能 承对人拒绝付款不可能 能选的就是 只能选跟票无关的这个事 线下的 咱们依据民法 请求一公司返还价款 民法上的责任 好 这是票据行为无音性 第二个 这个基础关系内容 与票据记载不一致的 票据关系的内容 以哪个为准 这咱们讲过了 以票据记载为准 这本身也是文艺性的一种体现 比如说 G公司和H公司进行货物贸易 约定G公司开具一张金额为100万元的汇票 作为支付方式 好 这是约定的内容 或者说这是合同力的内容 然而 因操作失误 把这100万写成1000万了 好 那我们后续 这个票据上的权利义务 以哪个金额为准 以100为准 还是1000为准 咱们说 以1000万为准 就这个意思 好 扣号三 咱们这个重点来了 我先告诉你 这句话 要背下来 咱们说了 票据行为具有无音性 是什么情况下都无音吗 错 咱们票据行为无音性有一个例外 票据行为无音性的有一个例外 叫做什么呢 票据的买卖 如果说 我们票据受受的原因 是票据权利的买卖 即缺乏真实的交易关系 和债权债务关系 则该票据行为无效 被卫书人持票时 并未拥有票据权利 我们来看一个题 来理解一下这一点 A公司因急需资金 将其作为收款人的一张 已获银行成对的商业汇票 背书转让给B公司 假公司出给A公司 他把这张票呢 背书转让给了B公司 票面金额是多少钱呢 50万元 B公司向A公司支付现金42万元 作为该汇票的对价 你看啊 这个本质上 A公司是在向B公司干嘛 有的人说 这本质上其实是A公司 在向B公司进行一个行为 叫做贴线 也有的人说 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借钱 对吧 比如说这个是S银行成对的 正常情况下 A公司 比如说到期 六个月后到期 A公司呢 六个月后能找X银行 要来50万元现金 对吧 没问题吧 这个是本身票据法律关系 它的一个含义 但是A公司火急火了 十万火急了 实在是这个现金流短缺了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A公司啊 把这张票给卖了 卖了多少钱呢 卖了42万 其实A公司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以六个月后收款50万 这么一个权利 换来当下 多少钱的现金 42万的现金 是这样吧 我相当于卖了一张60 这个卖了一个权利 六个月后50万的收款权 我现在换来一个当下42万的收款权 剩下那8万 是啥呢 利息啊 对吧 剩下的8万 其实就是利息 本质上 这就是一个票据的买卖 我把一张六个月后到期 50万元的票据卖了42万的现金 就这意思 那这种情况下 他们办理的是票据贴线 这样的一个业务 那票据贴线业务 我国对于票据贴线业务 是有要求的 只要求持牌的金融机构 可以办理票据贴线业务 那一个同学说 这个是只找银行贴线 对 原则上都是找银行 去进行贴线的 那如果B不是持牌的金融机构 我们说 那这个票据买卖的行为无效 票据买卖的行为无效 你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如果票据售售的原因 是票据权利的买卖 则该票据行为无效 被备书人持票时 也就是B持票时 并不取得票据权利 那既然B没有取得票据权利 我们来看这四个选项当中 哪个是对的 那A和B肯定就是错的了吧 备书行为是无效啊 对吧 那C因B公司支付的对价过低 这跟低不低没关系 它是本身是票据权利的买卖 它无效的原因是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 那这个就是咱们票据无音性的例外 票据无音性的例外 我再问你啊 比如说这个B 比如说支付租金 又把这张票据背书 转让给了善意不知行的C C能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C是可以取得票据权利的 对 这是后面咱们讲善意取得 会提到这 那C是可以取得善意取得 这个票据权利的 好 票据行为无音性的例外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我再强调一边 因为这几点考试太爱考了 所以咱们这两句话一定要把它掌握 一个是这个括号三 一个是咱们的这个 括号一 这个括号一和括号三一定要掌握 考试就爱考试两句话 特别是括号一 咱们这十个票据法考题 得有八个都让你写这句话 好 那票据行为的无音性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这节课的最后呢 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票据的这个伪造和变造 来咱们翻到第423页 423页 票据的伪造和变造 其实跟咱们前面讲的代理 还是有比较大的联系的 这也是为什么代理虽然不直接考 但是还是花了一定的时间给大家进行讲解 我们来看一下票据的伪造与变造 首先我们来看伪造 伪造是指什么呢 是指票据伪造 是指假冒或者虚构他人名义而为的票据行为 任何票据行为 包括出票了 成对了 保证了 背书了 都有可能发生票据的伪造 咱们考试比较爱考的呢 其实就是背书过程当中的伪造 这里面我们说看这个概念 咱们是不是能看出来 票据的伪造其实有两大类型 每两大类型呢 第一个叫做假冒他人名义 第二个叫做虚构他人名义 假冒啥意思呢 就是冒名顶替 就是有这个人 但是这个签章是我伪造的 那另外虚构他人名义 就压根不存在这个人 我就硬编了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 叫做虚构他人名义 所以一个是有真人 一个是没真人 一个是冒名顶替 一个是无中生有 比较常考的其实还是冒名顶替 这个类型 冒名顶替是指在未获得他人授权的情况下 假冒他人或声称获得了他人之授权 进行以他人之名义而为的票据行为 在未获他人授权的情况下 假冒他人或声称获得了他人的授权 你看都存在一个他人 无中生有呢 是虚构某个并不存在的人 并以此人名义进行票据行为 那票据的伪造 到底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果 来咱们给大家画一个案例 画在哪呢 画在这儿吧 这个A出一张票给B 然后B出一张票给C C的这张票被一个人偷走了 比如说被这个王某偷走了 王某呢 把这张票 从C这儿偷走了 然后呢 又伪造了C的签章 背书给了D 然后这个D又把这张票 背书转让给了E 好 第一个问题 我问你 王某是否要承担票据责任 不承担吧 为什么 来告诉我 为什么不承担票据责任 这个 没有签章 好 咱们这个大部分同学 这个票据法两分 基本上已经有了 咱们50%以上的考题都会考这句话 对于伪造人来说 伪造人王某 并未以自己名义 在票据上签章 不承担票据责任 这句话要背下来 没有真实签章 是吧 好 第二个问题 我们说 C 是否要承担票据责任 C 是否要承担票据责任 我们来看 你看看大家是不是有争议了 确实 这个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我们要分情况 来看 首先我们对于被伪造人 被伪造人不就是这里面的C了吗 对于被伪造人来说 这个冒名顶替型的票据伪造 咱们先不说 咱们先看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这肯定不用承担了吧 对吧 我这个王某伪造了一个C 现实世界当中根本不存在C 对吧 所以无中生有型票据伪造当中 并不存在被伪造人 所以不存在相应的法律后果问题 所以这个无中生有咱们就不说了 冒名顶替的咱们要看一下 被伪造人的原则上是不承担应该票据行为 所产生的票据责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C在票据上签章了吗 来告诉我签章了吗 没签章吧 对吧 这个签章是王某伪造的 是这个意思吧 因为这个签章是王某伪造的 人家C压根没有在票据上签章 所以原则上被伪造人也是不承担 票据责任的 原则上 那既然是原则上不承担 那是不是有情况下得承担 什么时候承担呢 也就是说我们类推适用 如果类推适用 表件代理的规则 如果有可能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啊 这个王某啊 常年负责 这个C跟D之间的这个票据往来 那常年负责C跟D之间的票据往来 那或者说王某是C公司的一个员工 然后呢 他把C的章给偷出来了 那这个王某呢 手里 还有C公司的什么介绍信啊 空白的合同书啊 等等那些 之后C公司把王某给开了 但是没有通知D公司 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D公司有理由相信 王某还在负责 C跟D之间的这个票据业务 D是不是有理由相信这个王某呀 这种情况下咱们类推 适用表件代理的情况 类推适用表件代理 那你告诉我 我们这条线应该怎么画呀 我们C跟D中间应该是连上线了吧 而且应该是有这个我们视为C跟D之间这个权利义务关系是正常的 对吧 我们就视为跟正常的C背书转让给D是一样的 那这种情况下 类推适用表件代理的情况下 C是否需要承担票据责任呢 C就需要承担票据责任了 这也就是我们这里面说的被伪造人原则上不承担票据责任 但是如果类推适用表件代理 则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好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看我这里说的是 类推适用表件代理 咱们 这个图的情形下 跟咱们前面讲的票据的代理 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我在这要强调类推这两个字 类推的话那就证明它不是表件代理 对吧 我们只是类似的推定 跟表件代理差不多 来想一想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刚才讲表件代理那边有一个M财务公司 他叫做什么呢 他叫做代理人 代理人他要在票据上进行签章 对吧 你不管他是有权代理还是无权代理 无权代理咱还有这个是否构成表现代理这一说嘛 对吧 但是你不管怎么说M呢 是在票据上进行了签章的 你不管他有没有代理权 但这里边王某签章了吗 没签章 所以这是票据伪造哈 跟这个票据代理他的一个区别 但他 适用的规则 是类似的 就看 这个是否 类推 是否会构成 类似表件代理这么一个情形 好了 这个考试也是比较爱考的 这一条 大家也要能够背下来 原则上是不承担 被委造人是不承担责任的 如果类推是用表现代理的话 则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好了 那我们来看 这里边 我们说 除了这个C 有争议 这王某 是肯定不承担了 对吧 C呢 要看 原则上 不承担 如果类推是用表现代理的 那要承担 票据责任 那其他人 比如说我问D呢 D需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来大家想一想 D需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 E到时候找X银行 要钱 不付 能不能向D去进行追索 可以 来告诉我 为什么D要承担票据责任 因为D在票据上 有真实的签责 对吧 D正常作为背书人签责 那你作为背书人签责了 那你就承担担保付款 担保票据兑付的 那个责任 对吧 这句话 也要求大家能够背下来 咱们括号三 这一句 如果伪造的票据行为无效 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 是不受影响的 就是王某伪造的 C的背书行为无效 不影响D的签章的效力 不影响D签章的效力 好 这是关于 票据的伪造 这里面是提窝 是这样的 其实说白了 就这三句话 咱们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 票据的伪造的情况下 伪造人 怎么样 不承担票据责任 为啥呢 因为没签章 被伪造人 我们要看 原则上 也是不承担 也是因为没签章 特殊 特殊 情况下 比如类推是用表件代理的规则 我们说要承担 票据责任 那我们说 其他当事人 我们说要承担 因为伪造 不影响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 这是关于票据的伪造 这三个情况下 大概搞清楚了 咱们至少 这一半以上的票据法的主管题 会考到伪造这个点 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情形当中 考一个 好 这就是票据的伪造 后面的例子 我就不再跟大家多说了 后面咱们进入票据的变造 票据的变造 第424页 票据的变造考的比较少 重点还是票据的伪造 票据的变造 啥意思呢 这个比如说票上是 这个100块钱 得我把这个金额改大了 改成 100万 比如改成500万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做票据的变造 刚才还有同学说了 这直接应该是票费了吧 确实这里面呢 是有一定 这个跟咱们之前讲的规则 是有一定不一致的 那前面咱们说了 比如大小写数码不一致的 票据金额更改的直接导致票据的无效 但是这里确实票据法就这么规定了 人家规定了票据变造的规则 咱们来看一下 425页上方 这有一个精准答疑 票据金额的变造 为何不导致票据无效 最常见的变造对象呢 就是票据金额 持票人往往把自己持有的票据金额 由小变大 但是票据金额 日期 收款人名称的更改 又会导致票据的无效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教材呢 也给出了一些解释 对于这一问题 教材的观点是 如果对于这三种事项的变更 可以通过查看票面而发现 也就是一眼看出来就是假的 则更改的票据就无效 如果其更改难以通过查看票面而发现 则票据的效率不应受到影响 而适用于关于变造的规定 其实本质上 你比如说A给B B给C 比如从这个过程中进行的变造 然后呢 这C有可能一直往后给 一直给到X 这一大串人 你这个变造呢 变造的又特别真实 那你如果因为这个C的变造 导致后面这十几二十个相关上的票据权利义务人 他的这个票据权利 票据义务都不能够得到主张 不能够得到行使 这有点亏的话 是吧 这已经流转起来了 那我们法律呢其实就寻求了一个妥协 那如果他不是一个一眼假的情况 而是一个完全看不出来的情况 那难以通过票面来查看的 我们就把它认定为票据的变造 适用票据变造的规定 那我们就站在这个层面理解就可以了 这里面确实是存在一些冲突的 我们票据法上确实有个别立法的点上 那就是前后文存在一些不一致 那好 我们票据变造的重点在哪呢 在第425页 就是这个精准答一的下方 前面的内容大家可以画插 那 前面的可以画插 那咱们从后面开始讲 那票据变造的法律后果 其实啊 这个考试会考的就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大家背下来 这个变造就搞定了 变造前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人 依照原记载事项负责 不能辨别是变造之前 还是变造之后签章的 势头在变造之前签章 上半句话比较好理解 对吧 变造之前签章的 那人家认为我这张票上的权利义务的 比如说金额 我这张票的金额就是一百万 那我就按一百万承担责任 后面这半句话 不能辨别是变造之前 还是变造之后的 是同变造之前 啥意思 一会儿跟我按例你就明白了 来 括号二 变造后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人 依照变造后的记载事项负责 这也好理解吧 我变造后 我看这上面的权利义务关系 就是一千万 对吧 那我就按一千万负责就完了 那如果变造人也是票据上的签章人 变造人应解释为在变造后的票据行为人 这也不好理解 咱们也是看案例 那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425页的9-22 那票据变造的法律后果体现了所见及所得的原则 这也是票据文艺性的体现 简单来说 那当事人在签章时看到票面是什么样的 就按照票面的信息来承担责任 这就是刚才简的 变造前按变造前的承担责任 变造后的按变造后的承担责任 假设A出票给B B呢给C 然后给D D呢又给E 好 我们说变造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在C向D的背书过程当中 发生了变造 好 现在由于这个从100变成了1000 现在我们由于X银行成对了之后 E向X银行行使付款请求权 得到拒绝付款 的这个通知 第一个问题 E向X银行主张的付款请求权是多少金额 1000万吧 E肯定是按照1000万来主张的吧 对吧 因为E毫无疑问是变造后 好 E开始追索了 如果说我们E向B来进行追索 能追1000万吗 E向B来进行追索 B要在多少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B要在100万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吧 对吧 由于B在签章时票据还没有被变造 那B的背书行为相当于其仅同意承担金额 为100万元的票据责任 我背书的时候 对吧 我B看到的就是100 那我默认我在上面签章的时候 我承担担保对付的责任的上限是人民币100万元 如果让其根据变造后的金额1000万元承担票据责任 明显不公平 所以100万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 如果E向D来进行追索 我们说了 这个变造的过程 比如说B怎么证明自己看到 你不用管这个 我这告诉你了 这个票据是在C到D的这个过程当中被变造的 那我已经告诉你这个结论了 来 这个时候如果E向D来进行追索 那你想啊 这个票据的变造呢 是由C到D这个过程当中 对吧 这个过程当中 那好 那D盖章的时候 是不是D看到的一定是1000万元这个金额呀 是这样吧 所以 这个E找4D追索的时候 可以要求D在1000万元的范围内来承担责任 是吧 来 我们再来看3 3是什么情况呢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来看 这个找C了 这个时候E要找C C呢 咱们不知道 C看到的票据是100还是1000 那有两个可能 一个呢 就是C自己变造的 这是一个可能 还有可能是 这个由他人 这个由他人 变造的 那你比如说C把这张票 交了这个 就是第三人拿走了 就是D的一个员工 拿走了 一个员工变造的 就既不是C 也不是D 自己变造的 是一个第三人变造的 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C到底按100还是1000承担责任 我们要看到底是属于哪个情况了 我问你 我问你如果是圈1的话 你认为 C应当按什么来承担责任 如果是圈1这个情况 C自己变造的 那你活该吧 对吧 那你得按1000万来承担责任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如果 如果变造人 是变造人的话 那应当 是为 按变造后的 来承担责任 对 牛吹大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要求C 要按照1000万来承担责任 那如果是由他人变造的话 由他人变造的话 那 这个圈1的情况下 C是个坏人 是吧 那由他人变造呢 C是个好人 而且他还是受害人 对吧 所以我们站在保护好人的角度 那C呢 就按照100万来承担责任就可以了 这不是C变造 他人变造 那C就按100万来承担责任 就可以了 对吧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回过头来 看这个规定 那 如果不能辨别在票据被变造之前 还是之后签章的 是同在变造之前签章 这就是说什么呢 不是C C变造的 他人变造的 那就按100万要求C来承担责任 那后面 如果变造人也是票据上的签章人 那就是C自己变造的 那么就按照1000万 如果变造人也是票据上的签章人 变造人应解释为在变造后的票据行为人 那我同学说了 这个C吃饱了撑的呀 他为什么把这个100万改成1000万呀 为什么把这100万改成1000万呀 这对C有什么好处呀 你们不能只看到C承担责任的这一面呀 对吧 因为你这100万改成1000万相当于你这手里的收款的权利 从100万变成1000万吧 对吧 那C既然向D背书转上了一张1000万元的票据 那就证明 比如说D要么给C发了1000万的货 对吧 反正C有一个向D支付1000万元的付款义务 他才把这张票从100万改成1000万呀 对吧 C不傻人家 他夸大了这个金额 篡改了这个金额 是为了支付更高金额的债务 所以这个是变造的规定 变造掌握这几句话就可以了 我们重点就是括号一和括号二 这两个能掌握 变造就考到这就可以了 好了 那到这儿 咱们今天的内容呢 就基本上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下节课呢 咱们票据法就还剩一点的内容了 一个是善意取得 一个是票据的抗变 票据的抗变呢80%的知识 其实都是前面讲过的 只不过咱们再进行一下重复和回顾 善意取得呢 其实前面也基本上都讲过了 那辛苦小思观 把咱们的课程评价谈出来 感谢大家今天课程的参与 然后辛苦大家给我的课程 做出你们的评价 然后我们下次课程呢 也就是下周的这个时间了 还是下周周日的下午两点钟 好 那课程评价之后呢 给大家写一下今天的寄语 这个我现在是有感而发 就是一句话 希望能尽快 在直播间与大家相见 有感而发 因为确实我这个在家待着 就也有一段时间 就是比较自暴自弃 他就天天就胡思海财 最近呢稍微振作一点了 还是出去跑步啊什么的 希望能尽快地回到一个 正常的工作轨道上吧 好吧 那今天的课程呢 就上到这儿 我现在都可以发现 我现在是在家待着 我现在就会发现 我现在就很想要